大家好 在這一系列的 沒有人懂的量子世界的演講裡 我要講的主題是 量子電動力學 那什麼是量子電動力學呢 我先講什麼是電動力學 電動力學是要描述 跟電磁有關的物理現象 比如說一個帶電的東西 如何產生電場磁場 然後電場磁場再從一個地方 跑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影響另外一個地方的 帶電的東西 那這個理論 如果我們希望 有更高的精確度 能夠描述更細微的物理現象 我們就必須要把 量子力學的元素加進去 所以最後我們就會得到 量子電動力學 那這個理論它在物理裡面的重要性 一方面是可以 很精確地描述我們熟知的電磁現象 那另外一方面呢 它也是基本粒子物理的 標準模型的一個雛形 像是大家最近常聽到的 Higgs 粒子就是標準模型裡面的粒子 那甚至到後面 大統一場論或甚至是超選理論 你都可以說 量子電動力學是這些理論的一個雛形 或者是一個原型 所以這個理論可以說是量子力學更進一步 要實際用來描述我們的宇宙的時候呢 有一些大的進展 那我很榮幸有這個機會 向大家介紹關於量子電動力學的內容 謝謝 謝謝